美國北京是宣佈說 會在那十二位找到來辦 這個民主峰會邀請各國領袖 以實行的方式來進行 重點放在對控預管 因為他們國務卿布林肯進行 抹約束工的邀請到臺灣 蔡英文總統甘美來參加 這外交部來回應說 現在當地政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三月分 在聽政策 也代表說 如果是既成民主峰會邀請臺灣來參加 現在白宮政策發佈聲明 因為一年的協商 會在十二月 齊到齊十 邀請各國的 道館民主領袖 包括國家的元首 民間組織 跟企業頂頂 作為調去民主峰會 才用事實的方式來進行 重點會討論對抗 維護政策 打擊吃錢的問題 也有促進人權這三大議題 那如果總統創演 也有可能會受到邀請 外交部的會員是很保守 說要在政策當中 那如果美國國務卿表示 民主峰會目前 等在討論當中 要不會送出邀請的名單 最近臺美有多多合作 相同的關係有成分 十一也既向臺美海巡 也很稍作 第一次的時薪會議 就共同關心的海巡 議題來協調 來強化臺美合作 營養褲殼海巡 挑戰的能力 那如果海巡 包括嘉義南 岸邊南 也在華人集合 通常是要跟美國做聯合的炒煙 其實美軍在臺海這邊有演習的話 尤其是海巡部隊非常有幫助 不過海巡 數就是保持很難的態度 保證有炒煙 好像是內心的混亂 不過強調說 臺美人保的活動 沒有經過相同的動議 合作的內容 不會對外公開 因爲中國也有注意到臺美海巡 合作的消息 還有臺灣也發新聞 還表示 更新反對臺美進行 關風的來氣 會還有軍事的連路 即將綜合報道